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高兴跟大家在音频上见面 我们乡党篇的第三章你看也是孔子 我们论语篇总共有20篇群弟子继善言 但每一篇里面有孔子有弟子有为政者有乡也之人等等 只有乡党弟子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通通在讲孔子 所以才会有人说乡党篇只有一章因为通通在讲孔子 那把它分成这么多章就看你怎么分类 分类的不同就有少章的多章的 那这一章是君召使病 色薄如也 足觉如也 依所以利 左右手亦前后 参如也 趋近亦如也 兵退必复命 曰兵不顾矣 这一章是太重要 这一章我们活用 比如说新郎你就要找这种伴郎 否则你这个新郎出丑都不知道怎么出的 国君就要找这种陪伴者 否则国君有时候很多的场合 没有这种陪伴者灵活运用 那个是场面就丢大了 像孟顺大夫出使的时候 他就是不按这个礼仪 这个陪伴辱军出去的时候 他不会作兵 结果依效国际 他觉得很丢脸 事后他一定要南宫禁属跟孟一子 就跟孔子学礼 可见这个病实在不简单 你一定要陪同长官出去的场合 就像孔德成先生出使欧洲八国 找黄启方教授来成为一起出国的 那就是一个病的角色 或者是说侍者 像以前郑盛阳老师做学功的侍者 他有时候在某场 他就是一个病的角色 你一定要活用你的角色 你可以让人家显出你的主人 你的长官 显示他的这个重要 你这个辅佐者 你一定会得到重用 相当地实真的太重要了 那君造使兵 这一看大概就是鲁定公那时候 我们不是说鲁定公九年到十三年的时候 孔子做大司空 那孔子到老回鲁国的时候 鲁定公应该不会再造孔子做病了 因为孔子已经是一个在家里面 有事情问他或者是有重要事上朝 老人不会再做病了 那君造使兵 这鲁定公 找孔子做病相 那个病就是兵的意思 人自旁的来兵的兵 这个病就是说 我这个国君是地主国 我准备要迎客人 比如说我们孔子传上面 有一段就是鲁定公去迎齐景公 鲁定公找的孔子就是做病 那齐景公找燕子来 燕子就是做戒 介绍的戒 所以国君那时候 鲁定公出城 去迎接齐景公的时候 就有三个病 三个病有所谓的上病 中病跟下病 或者是说上病 臣病 臣病就是继承的臣 臣病就是介绍的臣 或者是墨病 那人说上病 就是讲那个丧亲大夫 像三家大夫 中病或是臣病 就是孔子这种下大夫 哨病或是墨病是讲四 一个是亲 一个是大夫 一个是四 不过这不一定的 有时候孔子也不一定 或者是做上病中病 都不一定的 看场合的 那君照死病 就是来这个命令 这个孔子作为病相 那这是太重要 国家 这个外交是一个重要的 表现国家的气度 国家的内涵 国家的水准 这不是简单的 孙也是最后要成为帝王的时候 透过姚的考验是什么 作为外交大臣 来招待各国的使臣 那这是人才 最后看他 是不是可以能够担任 大尾那个外交 这个是一种训练的方式 那这时候孔子奉召的 这么重要的场合 迎接国君 迎接对方的国君 那这么重要的场合 叫色薄如也 脸色勃然 我们以后要说勃然大怒 勃然就是变脸色 把它当一回事 很肃静的 不会像平常那种 生生如也 妖妖如也 不勃然变色 把它当重要的事情看待 那重要的事情看待 这时候开始 出去迎接对方的国君 怎么迎接呢 带了三个病 带了三个病 鲁军是 比如说 他是坐北朝南的 我是随便举个方向 鲁军如果是坐北朝南的 看的时候 鲁军带出去的上兵 成兵跟少兵 就是上兵 中兵 下兵 那他们是跟着鲁军排成一条线 可是鲁军是眼睛看南方 他们的眼睛是看西方 他们都是侧面的 那奇景宫如果他来的时候 他会带戒 介绍的戒 他会带上戒 臣戒 末戒 那这个靠近鲁军的是上兵 靠近奇景宫的是上兵 所以奇景宫带来的末戒 就对着鲁军的末兵 好 这时候开始传话了 怎么传呢 就是鲁军会问奇景宫来的来意 那传话 传话就鲁军传给上兵 上兵传给成兵 成兵传给少兵 那少兵就是末兵再传给末戒 末戒再传给臣戒 臣戒再传给上戒 上戒再传给奇景宫 上兵成兵跟末兵 上兵重兵下兵 眼睛是看西方 面向西方 上戒 臣戒末戒 是面向东方 你看是不是都有交集了 然后奇景宫把话传过去的时候 这个时候传臂了 鲁军也知道奇军来的目的 这个时候就开始来迎兵了 迎兵到这个太庙 很慎重的 因为这是尊贵的客人 要去宗庙里面 去告诉祖贤 这是国家的大使 不可以小看 所以在孔子传里面 有一幕就是 祭孙大夫 他不晓得怎么迎接客人 所以他去请教孔子 孔子安排了一幕 怎么去接待客人 这个时候 色薄如也 脸色变得很恭敬 足觉如也 脚步很快的去应命 不是大后大白的去应命 那种脚步很快 就好像说什么 就好像是走路的时候 那个脚跟没有离地 那个快步走 快步走 快走 那个脚跟没有离地 那个是急走的样子 又不是跑步 那这个就表示说 很恭敬 很急切地去应命 那这如也就是像那个样子 那个样子 那这个时候呢 出城迎接的时候 叫做一说一例 左右手 就是说你打工作一 你是这个中病 成病的话 那你就对上兵是往右边去打工作一 你对末兵的呢 你就向左边去打工作一 你要面向左 所以叫做左右手 向你的右手边打工作一 然后接受他的话 因为国君已经传话下来 所以你要向右去接上兵 会把国君的话告诉你 你再向左去跟末兵 去把国君的话传过去 末兵呢 再把话传到对方的末界 这样 对方的末界再传到成界 再传到上界 再传到齐君那里 所以叫做左右手 先向右边打工作一 后向左边打工作一 这个是 虽然他写左右手 其实要先向右边 一前后 就是打工作一的时候 你一定有个前辅 有个后仰 那有人就说 身要端正 然后风吹 身要端正 风吹就没有所谓的一前后 就说一飘动就好 所以有时候读书 你一定要读懂 人家在写什么字 你不能想你的 那个一前后表示说 你有前辅 就是拜下去 打工作一 等于拜下去 那个拜不是跪着 是说你的头向下 那拱手向下 前衣服 后仰 然后起来 那随着你这种打工作一 那个衣服飘动 就那个打工作一 那个气象很好 那个礼节很周到 这样看起来不是小家子气 那个礼节的生长 表现了个大国泱泱风范 我们看到幼稚园 小朋友出来表演节目的时候 一群小朋友挤在一个舞台 表演那个体操 那个手脚都不能伸开 那个就不行了 你一定要那个 那个手脚可以伸开的样子 那个展现那个大国的风范 那这个 参如也 一前后就是 你的衣服是前辅后仰 参如也就讲那个 飘动的样子 很好看 不是讲那个身端正 那个参如也不是在讲 鸟飞的样子 或者是有人说 因为在跑步 所以风飘动 哪有跑步 那个只有打工作业 那个场景只有打工作业 那个也不是跑步 所以 再来呢 趋近一如也 趋近就说 好 有一种场合就说 好 国军已经 迎请对方的国军了 这时候呢 你要赶快各就各位 或者你要跑在国军之前 帮国军开门 或者你要干什么 你动作要快 你要说 不打情不搭乱 专打没张眼睛 趋近就是有些动作 你一定要坐在前面 或者是 有什么事情 要帮忙开道 有什么事情 要帮忙引路 等等 或是帮忙走在前 因为国军也不晓得 要怎么走 你一定有个动线 可能病相比较知道 所以学如然说 新郎找伴郎 真的很重要 他等于代表新郎 去讲话 代表新郎 去处理事情 代表新郎 去应对 等等 那这个时候 趋近 就是不是慢慢走 那这个场合中 可以慢慢走 就是稍微急速的走 看眼神办事 那这个 亦如也 亦如也 这个时候 因为他走的时候 他有可能是 打工作一的往前走 反正就是 在那个情况下 是表现 一个恭敬的礼节 那个袍在飘动 那个袍在飘动 尤其在打工作一的时候 那个作一的是平的 手平掌张开的 那个袖子被风吹动 好像鸟的两个翅膀一样 一如也 就鸟展翅的样子 那这个就表现那种 动作敏捷 事情能够 看着场合来赶快办事 好 接着呢 兵退 兵退啊 就是指国军 这个重要的兵 国军啊 兵退 那必复卫 必复卫啊 就是指说 他一定 最后送走 一定会回到他的位置 回到他什么位置呢 就是他并向的位置说 兵不故意 回报说 重要的贵兵啊 已经不回顾了 有的人说 不对 是国军送国军 哪轮得到你兵相 但事实上是不错 但也有可能是 这个 国军啊 站在原地 请兵相啊 这个往前去送 然后送到看不到 这也有可能的 那这个时候 他再回到原来的地方 本来是 可能带着国军啊 多走几步去送 那这个时候 再回到他的原位 报告国军说啊 其军啊 已经不回顾了 可见古人 在送客人的时候 害怕客人回顾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嘿嘿 那我们往往啊 说来来来来 送客送客 对方说请回请回 那结果对方啊 回头看门 我们早就跑掉了 或者是说 打电话的时候啊 话还没讲完 对方就把电话挂断了 所以往往啊 我们要表达那个理解 你看那个孔德成先 招待客人啊 送到门口 怠慢怠慢 送到看不到人 就是怕他回顾看你 这点在雪宫老师身上也有 雪宫不管是送什么人 都送到看不到为止 雪宫有一次就是 常理局要讲说 送客人啊 客人不要在外面啊 还滔滔不绝地讲 这个在房内就要讲完 怎么在外面 还在滔滔不绝地讲 这个主人啊 不晓得该怎么办 说不提嘛也不行 结果有一次天气太冷 雪宫送客人 客人在外面还滔滔不绝地讲 结果害得雪宫有点小中风 所以有时候你真的人情事故 要非常重要的 当然他国的清大夫来的时候 也有一种迎宾的礼节 那又另外论的啊 这种的送客的这种礼节啊 其实日本人现在还保留这种风光 所以有人说 日本是保留了礼数完整的国家 虽然道德内涵不见得有 但礼数保留的非常完整 所以有时候看啊 这个民族啊 也有在礼节上的可观 但商场上 你不要小看这些礼节 这些礼节 往往跟他拉近距离 可能在拉近距离当中啊 事业就容易合作 你可能就莫名其妙的 得了很多的财富也不一定 所以真的都不要小看这些 语莫动静 行住坐卧 进退应对 可惜我们现在的教育啊 都不会去重视这些 不会重视这些掌幼尊卑 不会去尊重人家的感受 这是很可惜的 那招逢到很多的逆境 挫折障碍 都不晓得是什么样的因素 反省都反省不到 这真的是一般人的可惜之处 好 以上是这一章的大议 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集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